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嬴渊帝君 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哪知道这炎诞小仙子 竟然是您宫中的仙士 无妨 没想到炎诞小仙子 仙灵尚清 写的竟是创世之战 四位帝君终有无双 听听上下理应多多学习 帝君一番苦心 小仙着实钦佩 是他写的创世之战 是啊 炎诞仙子不仅美貌出众 而且才华横溢 比例深厚 可惜吧 创世之战 距离现在已经万年之久了 这史料都没有当年的地形图 还有战宽的记载 结果你看啊 这张地形图上 都写得明明白白的 而且这儿还有批注呢 九旗族备战之后 可以转换视角讲述 这正何文意啊 这究竟是何人做的批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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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究竟是谁在帮咱们啊 我知道是谁 谁啊 田螺姑娘 是真的 我在戏本上看到的 这是凡间的一个传说 说是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凡人 但是生活得很辛苦 于是这个田螺姑娘 便在晚上的时候 替她洗衣做饭 这不巧了吗 你看看我 也是一个善良可怜的小仙士啊 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太聪明了 我 能清楚窒息九七族的行军路线 此人 或许知道当年灭族之事的真相 本军批注之事 不必让旁人知晓 以免徒增过走 应渊帝君凭是日理万期 竟然还有时间给颜旦批西本子 看来这个颜旦 可不一般哪 如此华贵的宫殿 怎么说 也该是位居上仙吧 你深夜造访不会为好奇而来 意欲何为 不妨直言 你好心为细闻批注 却不想让我看到你的面目 难不成 你有什么秘密 喂 别那么小气嘛 我只想知道 你到底是谁 九旗遗孤 你能施得九旗之力 那昔日创战之时 九旗抗战之际 你必定到过阵前 你为何人 能否告诉我 他们是因何而亡的 我知道得和你别无二致 创世之战时 我驻守在仙境 与九旗一族 不在同一个战场 战争之初 九旗的确骁勇 屡于克敌军 但修罗族强悍 各族伤亡惨重 增援有限